7月24日,在北京举办的大会上,东亚奥协通过投票的方式取消了台湾盛台装饰,主办东亚青年运动会的资格。 台当局弃战了,通过多个管道发生已是抗议,并宣称是工人且手段粗暴的以政治干预体育。 一、台湾省主办运动会资格被取消。 据台湾省多家媒体报道,7月24日,在北京举行的东亚奥协会议上, 各国奥协代表以投票方式,决定取消台湾省台中市主办东亚青年运动会的资格。 台中市投资6亿新台币电视新场馆,以打水漂。 在八国奥协会投票决议中,只有台湾省的中华台北奥协会投了反对票, 预奥奥协会选择弃权,其他6个奥协会,被取消台湾省主办资格。 不约而同投出了赞成票,此次取消台湾省的申办资格,是因为台独势力借体育型台独之时, 从今年初便不断推行所谓2020年东京奥运台湾正名公投活动,为保持体育项目的纯洁性。 最终东亚奥协做出此决定,并出现压倒性的投票结果。 此次投票结果后,台当局积极了眼,通过多个管道发声,指责大陆用政治干预体育。 但殊不知,正是因为台独势力,利用体育捆绑政治在先,才会被东亚奥协成奸。 二、台独利用体育捆绑政治。 今年一月,独派团体清朝出动,召开记者会,大肆声称要推动所谓的2020东京奥运台湾正名公投, 把中华台北队改为台湾队,各是台独团体粉末登场,无烟瘴气,丑态毕露,台当局要愿,也该愿这些无良台独政客时隔半年多。 这些台独政客,早已忘记了半年前的政治作秀,可东亚奥协迟到的正义却已来临,取消台湾胜台装饰,主办东亚青年运动会的资格。 这次甚至跟一向支持台湾胜的日本,都不敢支持它,灰溜溜的投了计全票,真是大快人心。 三、台湾胜想证明,就得滚蛋。 自1971年台湾胜被赶出联合国后,台湾胜便因为名称问题,被国际各大体育协会拒之门乱,台湾胜有20年的时间被禁止参加亚运会,其中还有4年被禁止参加任何单项运动的国际赛事。 包括各两届下,冬奥运会,今年平昌冬奥会,台湾胜以中华台北名义参赛,直到了1984年的冬奥会。 在台湾胜摆当哀求下,国际奥委会才允许其以中华台北的名称参加国际凡事,一中原则是国际选择。 各大国际体育协会,早对台湾胜名言,想改名就滚蛋,次次台湾胜主办运动会资格被取消,不仅再次打脸态度,同时证明一条真理,如果台独势力还不收手,继续以一股情的话,最终只会头破血流。